我們可以說女真是一個爆發戶 短短兩代人 不到20年的時間 從一個只有出兵1萬人的小部落 就把一個強大的潦潮徹底打垮 所以你看元朝的歷史 前35年忽必烈打天下 中間一團亂 後面20幾年又內戰 所以這個國家的財政也好 土地制度也好 怎麼可能會上軌道 歡迎收看本期的互來座談 不是胡來亂講是認真來座談 今天又輪到我們的歷史時間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要來誰了 就是我們的王立本老師 學長好 主持人好 全世界的觀眾聽眾大家好 我們最近因為從土地制度 土地控制還有財政 因為其實土地 古代土地跟財政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這樣一路的討論聊聊聊 我們現在慢慢的聊到一些 過去可能比較少人注意到朝代 上一期我們討論到潦潮 這一起我們就從潦潮的死對頭 金潮繼續來談下去 第一個是從金潮的建立開始 金人其實他是屬於東湖部落 他事實上跟潦人 還有跟蒙古人 是有族緣關係的 他們據說他們的發跡地都在東北 雖然位置不是不勝相似 位置不一樣 對 學長師幫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金潮他的發跡是怎麼一回事 基本上 女真人在古代被稱作做墨河人 遠古時代叫庶聖人 就是那個嚴肅的庶 僅聖的聖 這個庶聖人其實出現的時間非常早 在中國史書上 早在這個禮記裡面就有庶聖 這個名詞出現了 可見他跟中原民族的來往的時間相當早 現在一般考古學跟人類學是認為說 庶聖人基本上大概就是住在今天 住在今天的松花江北岸 在中國東北的 算是中國東北的中北部 他在血緣上面 基本上跟契丹人是不一樣的 有人說他們都出於東湖 但是實際上應該是契丹人出於東湖 契丹人跟東湖的血緣比較 契丹人蒙古人跟古代的東湖人比較接近 女真人比較類似 所謂的通古斯人 通古斯族 就是東北亞民族 當這民族學的事情非常複雜了 簡單講他就是生活在松花江北岸 然後到黑龍江這一代的一個魚獵游牧 也有所謂簡單簡易的農耕這樣的一個民族 實際上這個女真人跟契丹人在這個文化上血緣上 還有生活的地帶上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距離 兩個民族並不是完完全全 就是應該說差距很大了 差距很大 古代的墨和人也曾經見過 女真人建議經朝是這個 你可以說是東北亞民族的第二次見過 第一次見過就是在唐代的 在唐代算是聖唐時期見過的渤海國 渤海國就是墨和民族 完全仿造唐治 他跟唐朝的關係在唐玄宗時期 跟唐朝的關係非常密切 也接受唐朝的撤封為渤海王 然後是中國東北的一個大國 跟唐朝的關係非常密切 雖然有發生過一些摩擦 但大致上關係很密切 當時在渤海國強大的時候 渤海國大概也延續了兩百年左右 渤海國強大的時候 契丹人是臣服於渤海國的 當時契丹人的 其實契丹人雖然說出現的時間也很早 在唐代的時候跟中國來往也很密切 但是契丹人一開始的時候勢力並不大 當然就是今天內蒙古東部的一小塊 不過後來渤海國慢慢就沒落 契丹人強大了 契丹人用非常快的速度就滅掉了渤海國 葉律阿寶基滅掉了渤海國 建立了潦草 就是我們上次主題中所說的 不過這歷史也非常吊詭 晚年阿古達這個崛起之後 也只花了十年 十幾年就消滅了 就消滅了這個契丹 曾經不可疑似 非常強大的潦草 這個歷史上兩個謎團 我這個我不誇張的 就是渤海國為什麼這麼快就滅亡 前後十幾年就滅亡 同樣的這麼強大的一個潦國 這個大契丹國也是一樣 當時據說契丹人有句話叫做 女徵兵不滿萬 滿了一萬打不散 當時這玩意阿古達就是 總共只有一萬人 一萬人這樣的一個 只能出兵一萬人這樣的一個 不算強大的部落 就把這個契丹幾十萬的大軍 打得這個可以說是潰不成軍 短短十幾年就把潦草 幾乎徹徹底底打垮 當然遼國的貴族有一隻 就是我們知道 耶律大使 這個是一個軍事天才 帶領的這個遼軍 西部的部隊往西走 在這個新疆跟中亞一帶 另開一片天地 這當然已經跟中國本部 沒有太多的關係了 這是一個中亞的國家 有人就講到說西寮、西夏、金跟宋 是所謂的四國鼎立時代 我覺得這個說法可以成立 但也不算成立 為什麼 因為四國鼎立要四國有相交 但是到了這個 到了這個金朝興盛的時代 基本上宋跟西夏也不交 那跟西寮更是遙遠 根本沒有交集 跟宋比較關係比較密切 除了金之外就是大禮 對大禮就買馬 大禮算是臣服在宋的下 算宋之下 跟宋的關係也非常敦目 對 就是在北宋南宋之交 當時的大禮王就是 小說上大家知道的段譽 簡單說 我們可以說女真是一個爆發戶 短短兩代人 不到20年的時間 她就從一個只有出兵1萬人的小部落 就把一個強大的潦潮徹底打垮 然後一路從燕崙十六州繼續向南打 又把北宋王朝打得潰不成軍 很快他就變成東亞第一大國 這真的是一個爆發火 不過金朝的部隊在過疆之後 一方面不擅長水戰 二方面他的部隊是孤軍深入 請注意 能夠征服中國的王朝 不論是我們後面會講到的元朝 還是以後的滿清 他們能夠征服中國 很重要一點 必須要以漢字漢 你要邊打邊消化 然後拉漢人來打漢人 才有可能 我想滿清是最明顯的 這大家都知道 蒙古也一樣 蒙古到了中原之後 他也開始利用中原地區的漢人來打南宋 可是金人早期就是一隻孤軍 深入到今天浙江一帶 他就打不下去了 補給送不上太遠 結果反而在這邊連連吃了幾場敗仗 韓世忠、岳飛、劉奇這些將軍 陸續擊潰了金朝 後來雙方議和 就變成所謂 我們現在地圖上看到送金南北對峙 送金南北對峙其實也標誌了一件事 中國南北之間的差距 將在未來的一百多年當中 會拉得更大 然後中國的經濟重心 跟整個國家發展的重心 也更行難移 我可以告訴各位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 這個南北差距逐漸在拉大 這是很難去逆轉避免的一個狀況 背後的背景的原因 也值得我們去審思 其實最直接的就是 呈生在經濟立志上就是文教 這個要新文教手要有錢 有錢就能搞文教 沒有人才來講什麼 所以到了宋代之後 宋朝滅王之後 到了明朝就很明顯了 明朝基本上眷分南北 甚至還搞出中部眷的概念 那之後我們可以來談 就是那為什麼分這個眷 分眷意思就是在考進士的時候 考科舉的時候 南方人的配爾要限制一下 不然整個朝廷都是南方人 這會造成南北失衡 然後也會造成整個統治上的一些困難 不過我們話說回來 這樣的一個根源 就像剛才學長講到的 其實是源自於金宋把南北做了分治 而這個分治當中 事實上對於土地的管理 對於整個制度的行使方面 其實就有很大的落差 學長在這裡面 金朝用了什麼樣制度 什麼導致他落後南宋這麼多 嚴格講起來 金朝是一個短命王朝 他從阿古達稱帝 一直到滅亡 總共才120年 如果我們說他跟南宋的戰爭 暫時告一段落 所謂紹興合意達成之後 大概總共就不到100年 他入主中原的時間 總共就不到100年 沒有比蒙古人長多少 那個時間沒有比蒙古人多多少 那金仁他入主華北之後 他面對的就是一個殘破的華北 因為長期的戰爭戰亂 這個金仁再加上很多難民往南邊走 所以這個華北就是一個殘破的華北 金仁入主華北之後 當然要面對一件事 就是有大量的女真部落 也進入到華北 那他用的方法 一方面他保留了北宋的州縣制度 行政區看起來都還是跟 北宋時代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金朝的制度 基本上就承襲於北宋 整個中央政府的官制 跟北宋差不多 二方面 但是這只是表面 但真正是金朝在 黃河流域所推動的是一種 兵民合一 軍民合一的一種制度 就是當時這個女真人 他把他的部落兵制 具體落實在黃河流域 就所謂的猛安謀克制 一猛安統十謀克 對 一猛安統十謀克 一個猛安大概有多少人 眾說紛紛 有人說兩千五百人 有人說七千五百人 但總之就是幾千個女真人 請注意 這個幾千人 並不是所有的男女老幼 指的就是戰士 軍人 就是這一個單位能夠出多少兵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完全的一個軍事的制度 對就是軍事統治 就是軍事統治 那猛安跟謀克的將領才是真正的統治者 反而周縣郡的那些周縣的長官 反而沒有那麼大 那他們到了這個中原之後 就在各猛安謀克之間就劃定了這個分界 劃定了這個他的駐屯的這個地區 然後由他們統治下的 由他駐屯地區的漢人的農民 來負責繳納租税 主要就是田婦 負責繳納租税 然後來供養這個女真的軍人 各位請注意 剛講過 這些女真軍人不是只有軍人而已 就是一猛安 施謀克 我們聽到了這個單位多少幾千人 這只是軍人 你要注意他是男女老幼都來 因為後來蒙古滅金的時候 造成極大的破壞 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個金史跟了史都是蒙古人寫的 蒙古宰相脫刻脫鞋 但是都是錯誤百出 然後內容非常的殊劣 這個也不能完全怪蒙古人 沒有把這兩本書寫好 因為戰爭的破壞非常的慘烈 女真人跟蒙古人是世仇 為什麼世仇我們待會再說 所以導致他的文書 他的整個朝廷的典章制度 大部分都在戰火中焚毀掉 而且大量在中原的女真人 也幾乎被蒙古人殺光了 這個我沒有誇張 這是有金史上面記載 連女人小孩都不放過 你就可以知道金蒙之間的仇恨 有多深 有多深到這種地步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 我們只能知道說他把部落兵制移植到中原 中原的百姓要幫他養部隊 還有他部隊後面拖來的男女老幼 都要有漢人來供養 黃河流域本來狀況就不好 我們知道從北宋之後黃河流域 因為水利慢慢也不行了 常常氾濫 那金朝統治的時間又短 只有一百多年 在整個陸主中原大概就一百年不到 所以他也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時間 或者是很好的一個精神去好好修整 黃河的水利 這個在金朝的時候 黃河曾經有兩次大規模氾濫 有兩度大規模氾濫 在今天的河南山東一帶 安徽的北部一帶造成非常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整個北方的經濟狀況就很不好 所以金朝市其實 他在爆發混那二十年就把他的好運都用完了 再加上他才入主中原沒有多久 到了金西中時代 應該入主中原後第三代皇帝 蒙古就崛起了 蒙古就崛起 那蒙古人這個金朝除了要面對 這跟南宋的關係之外 還要面對北方又崛起的一個非常強大的強敵 所以金朝他入主中原的一百年前二三十年 就是跟南宋在調整關係 後面的五六十年就是一連串艱苦的抗戰 要對強敵蒙古 後來這個我們知道宋蒙聯合 這個金朝就在這個宋蒙的南北夾擊之下就毀滅了 不過我們可以想見這個黃河流域的朝代 他本身的經濟狀況有多差 我們就可以知道他沒有時間整理 那不足兵制對漢人的農民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剝削跟壓制 這邊我做幾個補充啊 就是剛才學長提到說 這個黃河犯來的問題 因為在北宋後期為了抵禦金兵 這就絕過黃河啊 那我們知道黃河在出了這個同關之後 就是其實今天的三門峽這邊啊 就是等於說他從太行山地 然後進到平原地區之後他就變懸河了 因為他這個淤積量太大 所以他的河底淤積的很快 所以兩邊只有加高提防 所以就變成說黃河只要一絕啊 他就必然會氾濫 這個是他的特點 今天如果看過黃河的河床 你都會下一大條 我是看過兩次 在河南那邊 大概有十幾層 將近二十層樓這麼高 不太驚人了 全世界最危險的河流 大家就想這個黃河的河體本身可以作為 這個海河跟淮河的分界線就知道 一條河拿來作為分水嶺 那很奇葩的事情 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而且當時一絕他就從淮河進去 那從淮河進到黃河奪淮 接下來過了黃河入淮黃河奪淮 過了700多年 到了後元代之後 他才重新再回到了他自己既有的河道 所以這個實際其實對於北方的破壞很大 就像剛才學校所講到的 另外這個布竹賓制其實真的很傷 因為養一個氏族是非常滑氣的 要花很多錢 第一個數字 這個後周 大家知道後周是宋朝前一個朝代 五代的最後一個朝代 梁唐靖還之後後周 後周世宗是很有名的君主 他算是一代殷主 他當時要改革郭榮 郭榮的義子 後來人家就是把他叫財榮 因為他本性財 那當時他叫郭榮 後周世宗郭榮的時候 他曾經有講過 100名的民夫無法養一個代甲之士 這還是中原人養中原人 那剛才學長所提到 老百姓很窮 因為整個怎麼講 當你的灌溉被破壞 你的土地利用被破壞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剛才就呼應到剛才學長講了 猛安摩克他不是只是養軍人 他本身還養猛安摩克的家屬 這些人來 而且他們你不養他那就好了 這個不管是寮人或金人都一個特質 就喜歡打炒火 先講一下了 金朝的基本上他的稅賦制度 也還是兩稅法 也還是延續重貸的兩稅法 但是金朝因為我們剛講他的制度不上軌道 然後他的經濟狀況不好 所以他有許許多多的額外的攤派 最嚴重的攤派就是我們剛說的 他老百姓要養部足兵 金朝可以說到了中原之後 很長一段只有一小段時間 大部分的時間基本上沒有什麼安定的環境 給他們好好發展 這個很快就在這個南北夾擊之下 這個朝代的經濟走向崩潰 有人做過統計 後來的這個點章制度史有做過統計 金朝的人口最多大概就是1200萬到2000萬之間 很少 各位請注意 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只有1200萬到2000萬 你就可以知道當時他的經濟是何等的凋敝 我可謂這麼說 其實金朝中金一世 他事實上 雖然表面上他的漢化程度可能比遼朝還深 但事實上 是因為他佔你的漢地的比例更大 還有他本身他自己的民主的特質 他有更多的農業特質 可是本質上他一直都在馬背上治天下 我可以這麼講 可以這樣說 他的征服者心態非常重要 這個跟他的政治手腕比起遼朝是遠遠不如的 還記得嗎 我們前面講過遼朝他搞他的所謂南北面官制 他把整個帝國分成兩個部分來治理 非常成功 但是一定程度上這種遼朝的南北面官制 也限制了遼朝的漢化 所以契丹人當時漢化 也是在漢化 但漢化速度沒有那麼快 女真人入主中國之後 入主北、華北之後 他就是張開雙臂奮勇擁抱中國文化 所以到了這個 像這個金世宗、金章宗、金宣宗 這幾代 就是到了這個中後 中期、中葉之後的這幾個皇帝 本身的漢學造詣都很高 金章宗的書法完全模仿宋徽宗 完全模仿宋徽宗 寫得非常好 那基本上這個 甚至於到了晚期 這當陳吉思汉 就是田木貞 開始跟金人交戰的時候 這個金軍被打敗 打敗之後 這除了割地之外 還送了一個公主去和清 當時這個公主去和清的時候 當時蒙古人稱這一個 女真人的公主叫漢公主 可見一件事 就是在蒙古人這個第三者的眼中 女真人當時跟漢人已經沒有差別了 已經沒有差別 可是這其實裡面有一個陷阱 學長 就是他的上層漢化的很快 可是他的下層制度卻跟不上 對吧 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這是很大的矛盾 中原百姓也痛恨也痛恨女真人 尤其痛恨女真這套軍臀制度 我們從兩件事就看得出來 第一個就女真統治中原100年 明變不斷 看人不斷的在照玩 山東河南蘇北 不斷甚至有的還像南 對山西 還向南宋求援好幾次 當年這個岳飛北伐的時候 這個稍微有一點政治號召 整個華北各地義軍就響應 這還是在早期 到了後期這個山東有一個大道 有一個強道叫李權 幾乎把整個山東全部攻佔了 也像這個南宋求援 就安全的權 木子李安全的權 大道李權 我只是舉這些例子 表示當時整個金朝在華北統治 就是不穩定的 這個黃河氾濫 然後農業制度不上軌道 漢人不斷的判變 可以說判變 這個我們就可以想見 整個金朝的經濟狀況有多差 金朝唯一的比較穩定一點的經濟來源 就是從南宋得到一些稅幣 在紹興合一跟後來南宋北伐失敗之後 得到了一些稅幣 可以多少給補充 可是到後來因為蒙古崛起 南宋就把給金朝的稅幣給切斷 這可以說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就讓整個金朝的經濟走向崩 對就是這一張圖 金朝到了晚後期 他的疆域就局限在這一小塊 而且南北都是強敵 只能夠徐途增長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這是一個施了根的蘭花 等於他喪失了黃河以北 又只剩下黃懷之間 再加上一個關中平原為主的領地 當時陳吉祥就形容 他西守鴻關東守黃河 後來所以陳吉祥才向南宋借道 才從河南的南部往北邊打 就繞過他這兩個天嵌 當這一點這個戰略成立之後 那金朝就滅亡 不到一年多就滅亡 等於被開了後門 事實上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從金朝的土地利用制度來說 事實上他是一個低效的 然後他是一個不完全不成熟的 因為他既有民政制度 他就沿用北宋民政制度 但是同時又在上面加設了一個 摩安摩克 那這個摩安摩克 他又是個軍事的一個制度 但摩安摩克他會嚴重干擾 當地的民政實施 因為這一些軍人其實老實講 他們軍人是停不下來的 那他們本身又有遊牧民族的這種做法 所以他其實對各州縣的侵擾也很大 他們又喜歡打獵 又喜歡這個騎馬訓練 所以又會踐踏裝甲 又不是生產 對又不是生產 然後加上他們家人又多 那同一時間 就像剛才學長講到的 這個科捐雜稅也多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是利益也多 因為你還要派人去服務這些摩安摩克 他們贏債壞人要去幫他修理啊 因為各種這種阿薩布魯的事情很多啊 所以其實真的是過度使用名利的 所以這個金朝環受 你看一件事就知道 金朝號稱漢化對不對 號稱崇儒 這也是真的啦 他崇儒漢化也是真的 但金朝的崇儒漢化其實只是一個表面 我講一件事就知道 他在中原也立國100年對不對 他竟然連一部了史都修不出來 金人不治史書 對啊你就知道 整個金朝他的漢化其實也是一個表面 表面而已喔 他的漢化 他的漢化是侷限在 我認為是侷限在他的皇族上層結構上面 但是他並沒有真正的透徹 因為你修了史是有意義的 如果從一個正統觀的話 當然啊 這個我們有機會可以來談這個正統觀的概念 北朝啊 遼人自稱北朝啊 連我們上次有談過嗎 俄羅斯人在俄語裡面的契丹 就是指中國的意思嗎 那如果你承認北朝 那你事實上你金朝也自認北朝 那你的正寵就是北朝正統 那你應該修了史 甚至你要修北宋史 你這就成為正統 你的正統性才形成嘛 而且學長你知道嗎 契丹的第二任皇帝啊 這個遼太宗 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本身會寫漢字 他會講漢語會寫漢字 他給漢城的這個詔書 很多時候自己寫 隨手拿來寫一寫 就叫你丟下去 丟寫個紙條給人家 因為當時耶律德光做了幾次的父皇帝 因為俄皇帝有父皇帝啊 所以他確實他有這樣的一個素養 你就可以知道說 遼人的思考的 就在政治上面的層次思考 確實是不錯的 金朝說阿古達之後 沒有真正一個能夠把國家穩定下來 建立穩定制度的皇帝 這也是他很大一個問題 有一個號稱小遙順的金世忠 但實際上金世忠主要的時間 他在位時間一方面跟南宋重修就好 二方面大部分時間都還在應付 女爭貴族內部的鬥爭 實際上也沒有時間 也沒有像耶律德光跟我們上禮拜講的 那個寮的蕭太后 他們都建立了許多的典章制度 讓整個寮的政治能夠上軌道 今始終沒有這樣的一個時期出現 當然我們剛剛講歷史給他的包袱也太重了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蒙古興起太快了 也讓他沒有時間去把這些事情搞好 這反而給了宋朝一個頻繁的機會 你看宋朝人家說很不能打 宋朝扛的比你號稱很能打的鐵浮塗 跟女真鐵技來了久 你看你金朝頂北宋的位置頂沒兩下就掛了 其實有時候歷史是蠻諷刺的 當然這個女真人的習俗 我們在今天的一些會畫 一些留下來一些零膜本裡面還是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們這個 禿頭變法 然後騎馬 很標準的女真人打扮 對他們就是禿一半的頭髮 那當然這個題目真的很快 就基本就快要把這個金朝給盪平了 那當然是沒有完全滅亡了 直到忽必烈的時候 才大抵就是整個把中國給吃下來 包括連南宋都把他給滅亡了 那接到元朝之後 在整個中國的土地跟賦稅制度 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好我們講一下 元朝統治中國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整個13世紀中葉到大概15世紀初 大概將近200年的時間 整個歐亞大陸就是蒙古的時代 蒙古人的時代 所以蒙古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 這個在中國的元朝 只是它在整個世界統治的一部分 這張圖很好 各位眼睛看得到什麼清茶漢國 這個東茶 這個茶河台 西茶河台 東茶河台 等等這些漢國 幾乎都是蒙古人在統 包括後來印度的蒙烏爾王朝 也是蒙古人所統治的 所以歐亞大陸上 基本上就是蒙古人所統治的 這樣的一個局面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 第二個是所以對蒙古人來講 他在歐亞大陸上各個國家 他都是統治者 也是征服者 那對征服者來說 就兩件事最重要 第一件事就是地方的安定 老百姓要聽我的話 我要把老百姓壓得下去 第二件事就是繳稅 就是能夠從他的統治中得到他要的好處 我們說元朝的開國者 就是所謂的忽必烈 元氏族忽必烈 請注意忽必烈的德國 就是德道國家 德國始終在元代是認為是不正的 為什麼 因為他違反了一個蒙古人代代相傳的傳統 就是所謂的選漢制 又稱叫烏利爾台 所謂的選漢制 什麼是選漢制 就是蒙古他還是保留的 比較左派的說法 是所謂的草原原始的草原民主制度 其實就是貴族裡面根據戰功 根據各部落 各個小部落之間的勢力 來決定大漢的位置誰來做 你也就是說是一種封建 封建制度 這其實也不是蒙古人首創 因為契丹人女生人都有這樣傳的 八部大人 古代都是這樣 然後蒙古人忽必烈 忽必烈當時他立有戰功 然後他本身也 國化水平也比較高 然後他也很得人心 但是因為貴族之間的鬥爭 導致選漢的結果竟然不是他 是他的哥哥阿里布哥 結果當時他在漢帝一帶 手握重兵 又統治很大的地區 他乾脆自稱大漢 自己稱大漢 自己即位為大漢 這件事情就造成了蒙古貴族內部 非常嚴重的動亂 這歷史上又稱之為海 叫海都之亂 這個亂局非常的複雜 反正就是他們這些黃金家族的 這些親戚們 彼此之間的一場動亂 這個到了後來 這個忽必烈後來 這個滅了 在滅南宋的前夕 墨北的這些反抗他的 反對他 及這個大漢衛的這些貴族 才跟他妥協 才跟他妥協 但是從此之後 四大漢國 就是在中亞跟歐洲的這些漢國 從此之後絕大部分 就不再聽原帝國忽必烈的號令 基本上蒙古就號稱所謂分裂了 那蒙古人進入到中國之後 他的統治基本上有三個原則 他的統治其實是一直在變化 蒙古統治中國91年 這個也從來就沒有真正政治跟制度上過軌道 但基本上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民族有別 基本上蒙古人他就 這是很正常 征服王朝大部分都是這樣 他把他的治下 在中國境內的人民分成四等份 第一等就是所謂的蒙古人 蒙古族蒙古人 這個蒙古人包括跟著忽必烈 比較早進入到中國地區的蒙古人 當然也包括我們前面剛講過的 從墨北一帶 因為內戰 然後跟他妥協的蒙古人 也包括在裡面 第二種就是所謂的色目人 顧名思義就是眼睛 眼睛有不一樣的顏色 包括西夏人西域人 西域就是中亞各國的人 另外就是穆斯林 回回穆斯林 回回穆斯林戰的比例非常大 另外就是少數的歐洲人 也在裡面 第三等就是所謂的漢人 就是在黃河流域 跟今天燕雲 當時燕雲十六州一帶 舊的遼國跟金國所統治的人民 請注意 當時連高麗人都被算作是漢人 大家看來用漢字的就是漢人 簡單講 黃河流域 蒙古人他就只能這樣分 用漢字從事農耕的 我就算你是漢人 第四等就是所謂的男人 南宋統治下的人民 就是江南地區 這四等人的政治地位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蒙古人當然就是所謂的統治階級 他們享有各種封建的特權 他們可以任意圈地 可以不用繳稅 甚至連法律都有好幾套 比如說漢人或男人殺一個蒙古人 那可能全家都要賠上性命 可是這個蒙古人殺一個漢人 只要賠一頭驴的價錢就可以了 所以漢人在他眼中看 這個我們可以說從這個法律的差別 就可以知道 瑟穆人在蒙古人在蒙古帝國統治期間是很吃香的 為什麼有兩個人 第一個宗教原因 這個有不少蒙古人也皈依了伊斯蘭教 第二個什麼原因就是瑟穆人擅長理財 回回阿拉伯人是很偉大的商人 他們擅長理財 蒙古人不擅長理財 就是統治這麼大的一個帝國 有各式各樣的稅收 你要怎麼樣來編列中央政府的預算 怎麼管管理國家的一個生產跟財政狀況 他不知道 所以當時所謂的巨鏈之城 管財政的巨鏈大部分都有社務人擔任 一直到蒙古到元順地 蒙古被這個漢人趕走之前 都還是這樣 軍隊也分成四等 包括蒙古軍 然後所謂的探馬赤軍 就是由中央各國 對 其實這對應就是社務人 對 中原有漢軍 南方有所謂的新富軍 新就是新舊的新 富就是歸富的富 什麼是新富軍 就是南宋的祥軍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階級 非常的森嚴 當然所負擔的稅收 所擔任的職業 也都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所謂就是所謂的民主有別 第二就是南北有別 請注意這很重要 這關係到他的土地跟稅制 基本上我們看北方有所謂 一個中蘇省 有看到嗎 中蘇省統治非常大一塊 包括今天內蒙古東部 到今天整個黃河流域 包括今天的河北 山西 河南 山東都在他的統治範圍之內 在這個區域裡面 基本上就是蒙古人任意辭成的地區 他把它當做他完完全全的一個征服地區 因為這邊就是過去驚人的統治地區 第一塊淪落到他們的統治治下的那個 終於變成他的了 那蒙古人在中原地區的統治 就相對而言就是比較混亂 你也可以說是殘酷 所有的這些蒙古的親王 蒙古的貴族可以任意圈地 甚至蒙古人當初還有一個非常荒唐的建議 建議把中原所有的漢人能殺就殺 能趕就趕 把中原完全變成朝廠 供給他供給蒙古人放牧 柏妍啊 柏妍沒錯 就是宰相柏妍 柏妍據說還是個基督教徒 專門送人家見上帝就對了 對 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蒙古在這個北方 在北方 號稱也是實行所謂的兩稅法 但實際上他的稅制始終不上軌道 其實就是一種 講白就是跟農奴制差不了太多 漢人在北方基本上就是完全受 蒙古貴族跟舍木商人所宰控 所宰治 這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這個南北有別 第三個就是什麼 就是職業有別 蒙古人來到中國 他統治就是這個目前畫面上 可以看到這個範圍 他把全中國的人基本上按照職業別 尤其是舍木人 漢人跟男人 按照職業別也加以分類 首先我們必須要講 南方的狀況比較好 蒙古人對江南地區 基本上還保留了過去南宋的行政區 這個對蒙古人來講 江南龐大繁華的城市 以及這個水稻田 對他來講太神奇了 那江南有大量的稅收 可以供給蒙古人 所以蒙古人也很聰明 就是我江南的原先的狀況 就盡量不要去跟動他 所以江南基本上 尤其是江浙江西湖廣 還是由地主相生在統治 地方基層 還是由地主相 所以能地主相 除了沒有政治權力之外 蒙古統治中國 91年號稱辦了20次科舉 但是實際上沒有達到所謂的選材取勢的功能 不過地主相生在江南地區 他們的土地上的權力 跟他們原有的經濟特權還是保留下來 這跟蒙古本身的統治的技巧 其實是有點不足有關係 因為很混亂 很混亂 其實從行省的劃分 本身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嗎 因為你看他河南江北什麼意思 黃河以北是最早淪陷於 蒙古統治的金朝土地 因為金朝分兩階段被征服 第一階段就是東北到河北上市 第二階段就是 他在河北跟淮北中間這一塊 那河南江北其實就是 當時先被蒙古人征服的 宋朝南宋的北方的土地 跟整個金朝剩下那一塊 剩下那一塊 對他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你就看到他其他的劃分 就跟著他這個征服的次序有關係 而不是說他這個是依據他的實際的需求 就很政治性的一個劃分 所以 比如說蒙古人把中國人 當時他統治地區 就元朝他統治地區的人 按照職業分成很多類 對 這個有很多種說法 有人說分14類 有人說分11類 但基本上有幾種比較代表性的 比如說第一個 就所謂的農戶 農戶就是耕田繳稅 尤其是江南地區 絕大部分都屬於這一類 第二種就是比較有名 比如說軍戶 請注意蒙古的軍隊是所謂的世襲制 是所謂世襲 其實北方草原民族的軍人 大部分都是世襲 比如在蒙古時代 就蒙古人統治之後 就有一些制度壞在明清都還在使用 比如說 所謂我們在小說電視裡面 常看到千戶大人 有沒有聽過 千戶 這位是千戶大人 千戶大人意思就是他管一千個軍人家庭 每一家要出一些壯丁來當兵 這個所謂的軍戶 第三種就是所謂 比較有名所謂的將戶 就是工匠的將 講到這邊就要講 蒙古人很重視工商業 很重視工 尤其重視手工業 他認為漢人的作用有兩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第一個 繳稅繳糧食繳稅之外 第二個就是幫他修兵器 足道路修橋建成 他認為漢人的手藝很精巧 有比較高的工藝水準 所以將戶在漢人裡面的地位相對 待遇跟地位相對比較高 甚至當時蒙古人攻陷華北地區的時候 只要攻破一城就是屠城 蒙哥漢或者之前倭闊台漢 還是陳其次漢都下過命令 將人不殺 你只要證明你有手藝 你會一個手藝 木匠工匠 木匠石匠 怕金匠 你只要證明你有一個手藝 你是鐵匠什麼 你就不殺 那不就很多人冒充這個匠級嗎 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的 所以這就是蒙古人的一個統治 他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一個征服王朝 在他看來中國的文化 學術思想 什麼儒學 這些諸子百家 他基本上沒有興趣 他有的時候也會忌孔 也會擺出一副我對漢文化尊重量 但蒙古的貴族階層 漢化程度非常的低 幾乎他是什麼樣子進入到中國 90年後他被趕走 趕到墨北去 他又是什麼樣子被趕走 學長這點很重要 因為事實上對比前面的征服王朝 或者是所有內籤的民族 因為我們一路談過來 包括五族 五胡 五胡內襲 還有包括像沙陀人 因為我們知道像五代有 後面幾個朝代都是沙陀人所建立的 對 那有其中主要有三個 就梁唐靖漢中 後唐 後漢後進 都是沙陀人 沙陀人 基本上他不會什麼沙陀語什麼 他基本都是講漢語 用漢性 完全漢化的 像他們早期用的像這個豬邪之類 這種所謂的沙陀性 他們幾乎都不用了 他們全部都是改漢性 所以這個對比很大 落差非常的大 就是蒙古皇帝 基本漢學程度都不是很好 要像葉律德光那樣子 第二代的契當皇帝 就會寫漢字會說漢語 這個對於蒙古皇帝來講很難 對蒙古人來講 江南還有三種稅收益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查稅 延稅跟關稅 海外貿易 這我們前面有專題講過 王大淵這些人 這個元朝在江南地區 還是保留了這個過去南宋時期 繁榮的城市經濟 這個在馬可波羅的書裡面 也可以證實 另外還有其他歐洲人來到中國 遊歷的書裡面都有講到 但是華北的狀況就很不好 黃河還是年年泛濫 這個蒙古的貴族任意全地 欺壓百姓 基本上這個我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說在那個忽必烈統治的時候 就是這個忽必烈 其實元朝總共91年 忽必烈統治35年 中間有二三十年 誰也講不清楚 最後元順帝30年就結束了 這個王朝就可以分成這三節來看 忽必烈在早期的時候 還會用一些漢人 甚至當到過宰相 比如說史天哲 比如說葉律德光 還當過宰相 可是滅了南宋之後 基本上他又不太萌發了 漢城在朝廷中的地位 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那忽必烈時代甚至還推動了一個 其實也不能講說他推動了 蒙古當時在整個歐亞大陸 政府區普遍使用的一個制度 叫撲稅制 什麼是撲稅制呢 就是把這個地區 統治地區的租稅 當成一筆買賣公開招標 各位聽你會覺得很很誇張對不對 很荒謬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蒙古人統治的本 本質是什麼 比如說黃河五省招標 底價之多 底價是一千兩百銀 尤其是攝木人大商人就來招標 有人出一千二一千兩百萬兩 有人出一千五百萬 最後得標當時出最多的那一個 簡單說就是他就繳一千五百萬兩給朝廷 剩下的就是看他有多少本事去壓榨 就是到這種地步 那等於是搶搶民財了不是嗎 搶搶民財啊 對啊我就進去家裡就把錢交出來了 對對對 然後蒙古人對當時的漢人還有各種規定 比如說不准漢人帶刀 不准漢人晚上出行 不准漢人30人以上集會遊行 不是集會遊行啊集會 不准漢人集體祭拜祭祀等等等等 這些種種的各式各樣的歧視啊 都讓當時蒙古的統治 就是始終危機重重啊 蒙古統治中國九十一年 跟經朝統治華北的一百年差不多 也是全國各地 尤其是黃河流域不斷的發生民變 江南相對好一點 但是也對蒙古人統治是離心離德啊 我剛剛前面講過嘛 中間那二三十年沒有人說得清楚 蒙古人到底在幹什麼 黃帝走馬看花 這是一大堆黃帝跑來跑去 還有八個月的小黃帝即位啊 結果剛滿周歲就死掉了 還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政治就很不上軌道啊 所以一直到元順帝 最後這三十年元順帝即位啊 妥歡鐵木兒啊 元順帝 元順帝即位之後 這個其實歷史上把元順帝形容是一個昏君 也不完全正確 他即位之後相對而言 曾經在一個短暫的時間裡面 蒙古的政權相對穩定一點啊 他用了一個蠻能幹的財相多多 這樣多多試圖進行一些改革 尤其在財政上 他試圖做兩件事啦 第一個就是壓制蒙古貴族的特權 就是你們圈地欺壓百姓的事情 不要那麼再繼續這樣幹下去了 第二個就是他壓制所謂的蕃生 土蕃生人 這邊稍微講一下 土蕃的生人 蒙古人非常賭信 絕大部分的蒙古 大概蒙古貴族 在中國本部的蒙古 基本上就賭信喇媽教 對 當時這個朝廷所供養的喇媽 大概保守估計大概有50到60萬 這麼多喔 對保守估計 都是從土蕃贏過來的嗎 不一定 也有蒙古人出家的 但是這個出家跟我們概念不一樣喔 喇媽可以娶妻生子 可以喝酒吃肉 其實他們就是一種既視觀 我這樣講不知道各位聽不懂 其實用一個邏輯去形容更簡單 因為剛才學長有講到降戶 各種戶 他其實也是一種戶 可以這麼說 是很好 這個形容非常好 還有一點就是他們可以任意的擴充市場 簡單說 曾經一度在宋代已經走下坡 已經逐漸示威的這個寺院的莊園經濟 竟然在元代的時候 又回光返照般的死灰復燃 各位知道有多快 過了150年 這是原始有記載 到了元順帝的時候 竟然每一年花在喇媽教的祭祀上面的錢 還有供養所有打媽錢 佔全國總預算的50% 那這國家怎麼搞啊 這一定王主 對啊 其實有一個很低效的土地使用率 沒錯 然後他又是一個疊床駕屋的行政體制 他本身各地又可以圈地 但是本身又有州縣 那就是胡搞亂搞 然後又有很多的這個攤派的一些搖曳 負重 然後再加上包稅制度 對那又有包稅制度 就給一大堆這個 所謂大商人去當什麼 去當公然搶劫吧 奉職搶劫的概念 奉職搶劫 對啊 所以我去跟你搞一些磕針砸碎 你這個要磕碎 你那個牛要磕碎 你家的這個支部機要磕碎 什麼都有啊 所以我們剛剛講那個托托 他就試圖壓制土藩生人 土潑生人的勢力 第一個壓制蒙古 削減蒙古貴族的特權 第二個壓制土潑生人的勢力 第三個就是他試圖 重新整理財物 重新整理財物 要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要 就是我們前面不斷講 你要重新丈量全國的土地 你要統計人口 第二個就是 你要解決黃河的水患 否則你經濟怎麼改善 這個當時黃河水患非常嚴重 托托當時就用水利工程師 來治理黃河 就這治理黃河很有效果 從此之後黃河大概三四十年沒有水患 但是十七萬民工 聚集在黃河畔的十七萬民工 在這個治河結束之後 就在寒山童劉靈兒 這兩位應該講說 白蓮教領袖的帶領之下 就在黃河流域揭竿而起 在今天的山東揭竿而起 元朝的上中也就敲響了 接下來這個元順帝的後面的二十幾年 就是元朝不斷的內戰 從元順帝治元八年 我記得大亂開始 治元八年到治元三十年 他被趕走為止 所以你看元朝的歷史 前35年忽必烈打天下 中間一團亂 然後元順帝即位 大概有七八年勉勉強強的日子 後面二十幾年又內戰 所以這個國家的財政也好 土地制度也好 怎麼可能會上軌道啊 也不可能推動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民族之間的一個融合 也不太可能 元朝就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內憂外患的情況之下 最後就走向崩潰 一百年都撐不到 事實上我們稍微做一個整理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出很清楚的對比 戀朝是一個很穩定的朝代 因為戀朝他事實上在 因為在五代的時候他就已經出現了 制度上軌道 甚至他的前身契單 甚至在唐末的時候 就已經基本 已經在北方 已經雄距一段時間了 到了了代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北宋本身 他也是一個相對時間比較長的朝代 因為他也做了很多土地制度上的改制 他這個當然是沉寂的自五代後週以來的 這個當時做了很多的調整 尤其像後週四中的軍田令 這個他其實是大規模的去進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對土地的掌控跟掌握 事實上社會安定就會讓民力提升 否則的話就會像我們前面也提到一句話 後週四中說 100個農夫養不了一個代假之士 更別說你是像金人這樣子整批衣進來 然後就去使用 所以蒙古也是在一個不好的基礎 沒有一個好好治理中國的決心 會不會是因為他的模範的範本 他的老師是精巢 那就是一個不好的老師 所以學了一個 他始終是以一個簡單說 蒙古的整個統治的架構很清楚 他就是一個征服者 我來到這邊我要的就是你要繳稅給我 就是我征服之後我要得到我的利益 簡單講就是這樣 沒有太多的想法 還是要稍微肯定一點 就是基本上還是讓南宋以來的 南方的城市經濟保持了繁榮 另外就是在蒙古大漢的統治之下 整個海上跟陸上的貿易 也暢旺了很長一段時間 這個對後來的中國歷史 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對其實當你土地應用不及的時候 在商業上面的發達 就是另外一個繁盛的狀況 原代是一個很分裂的時代 就是我是說所謂的分裂 這也不是他的政治上分裂 而是在他的整個社會經濟層面的話 是讓人家覺得 會很跳脫你的一個既定的印象的 還有我們要注意 就是蒙古雖然被漢人趕走了 在1368年被朱元璋 1368年突然朱元璋北伐 把他趕到蒼正伊北去了 對不對 但是請注意 這不代表蒙古時代結束了 蒙古依然在歐亞大陸上 還有許多蒙古人建立的大大小小的王國 繼續統治 還又延續了一兩百年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蒙古統治是完全失敗 只能說 他在當時全世界文明最先進的中國的統治 是失敗的 只能這樣講 因為要在中國統治是一個很精細的 你要充分利用民力就必須要 相關的禮樂典章制度 事實上就要跟著中國的文化 因為中國文化是建基在農業文明 那這個農業文明又是跟農民力 又是連結在一起 所以他的文化是跟他的生產 跟他的實用主義完全結合在一起 所以為什麼要用漢字 用漢官 要用漢力 其實講穿的 他還是一個符合生產的原則 這個文化本身 就有濃厚的實用主義 這樣的一個歷史 我們把它做個補充之後 其實來看今天的整個 中國現在這個土地相關的問題 其實就看得更清楚 為什麼中國人或者是說中華民主對土地 他的重視程度會是這麼的高的 那個蒙古統治91年 沒有一個皇帝會講漢語 絕大部分不懂漢文 或粗通啊最多是粗通啊 基本上就漢文造詣極低啦 最多是粗通 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在中國統治怎麼可能會成功 基本上非常困難 所以這個不要用自己的文化去 側渡別人的文化 要尊重別人的文化 我想這個對中華文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教訓 好今天時間過很快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學長的一個精彩的分享 希望大家在這個探討裡面 有得到更多的一些思考的邏輯 我們互來做談 不是互來亂講 我們下一期再相見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下 歡迎加入律界或PayPal給我們贊助 或者是透過會員呢 給我們繼續來支持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每週六晚上的9點 我們會準時來上架 那我們會繼續來把相關制度探討完 如果你對歷史很有興趣的話 不要忘記追我們這系列 希望下次再見 拜拜 主持人再見 各位再見 拜拜 阿神 阿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